农历过年前夕义乡长游淑珍 行喜结安乡境内长辈的健康 10号特别前往卫福部东区老人之家 来关怀乡内有25位 在那里安养的老人家也制证了春节红包 希望可以为老大人们增添福气和平安 目前结安乡有25位的长辈 在卫福部东区老人之家移养天年 农历过年前夕义乡长游淑珍 特别前往关怀 由于受疫情影响 是由5位长辈来代表同乐 感谢东区老人之家 我们宋主任以及所有的专业护理 人员给予吉安老大人的服务 协助跟最专业的养护 在112年新年的前夕 来看看老大人 每一个老大人照顾得非常好 脸上充满的微笑 也带来非常无比的温馨跟欣喜 过去他们必路难以为社会服务 我相信这也是吉安乡公所 以及社会责无旁贷 必须给予照护安养 以及来作为光怀 也希望他们每一天能够健康平安 也希望开启在这里呢 能够得到很多的温馨年节的祝福 我们相信这也是一份 我们吉安乡公所必须要做好的一个 安定的力量 游淑珍向老大人们问安也和老人家画家长 并且制正了春节红包 为老大人们增添福气和平安 游淑珍也感谢东区老人之家 对每位长辈的专业照护 给予健全的设备和环境 让他们可以安心在这里结交朋友 也获得细心的照料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